玄瓦钻 玄瓦钻也属于泥江湖壁成空攻击 而且也可以用于分化岩层 也可以用于分化岩层 那么本质上 它是利用这个玄瓦钻头啊 把孔里面的土 一做一做 就是一抖一抖的把土给它挖出来 放下去 再下去再挖出来再放下去 它是把孔里面的土 一抖一抖的给它跑出来挖出来 你看下面 钻头下面有这个料蒙箫子嘛 等于把孔里面土给它 一抖一抖抓出来扔走 然后再去抓一抖 再扔出来扔走 巡华钻 那么由于它是泥江互必成空攻击嘛 所以泥江的制备能力 要大于钻孔时的泥江需求量 要始终保证泥江的连续供应 每台套钻机的泥江储备量 不少于单装体积 扔孔前和每次提出钻斗时 要检查钻斗和钻杆的连续销子 就是说要检查这个连接部位防止松脱 包括钻斗门这个部位的连接处 并清除钻斗上的扎土 巡华成孔应采用跳蛙的方式 我不管你是如何成孔的 一般都是跳蛙 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台的平面图接近一个矩形的形状 如果说成台范围内有这么多的孔位 有这么多的孔位 那你说我能不能钻完这个孔以后 马上我就钻到旁边的这个孔 肯定不行啊 两个孔离得太近了 容易导致扰动它孔啊 怎么办 我们是跳孔开挖嘛 比如说你这个孔钻完以后 你离远一点 吃嘛 离五米开挖 钻这个孔 要跳孔开挖 好往后 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都是离江户壁成孔空隙 就是一边钻孔 一边要空里面离江户壁循环 现在我们讲干嘴也成孔 就是地下水位以上的情况 那么不需要离江户壁 钻过程中空里面都是干的 不需要离江户壁 比如说这个长螺旋钻 就是典型的干嘴也成孔 它怎么施工的呢 你看啊 首先钻机就位以后复减 要保证钻头与孔位偏差 不达于20毫米 其实以后不管是什么装 它都是以孔性为基准 偏差不能超过20毫米 开孔时下钻速度缓慢 钻进过程中 不宜反转或者提升钻杆 什么意思啊 你看长螺旋钻 它的钻杆上面有这个螺旋嘛 往下面钻嘛 这个螺旋一定要顺着它 顺着它的螺旋来钻 如果你反转的话 这个螺旋就卡住了 就钻不动是不是 扁住了 卡住了嘛 甚至容易把钻杆都给它卡断 你看如果在钻机过程中 钻不动了 卡住了 或者钻机摇晃 偏斜 或者发生一场声响了 要立即停转 查明原因 采取相应措施后 放个继续作业 当钻进到设计标高以后 先蹦入混凝土 停顿个10到20秒 你看哦 这个长途形钻 钻杆中间是空心的 等它钻到设计高程以后啊 要先蹦混凝土进来 停顿个10到20秒 让它充分的密实 混凝土充分的密实 然后再缓慢地提升钻杆 一边提升 一边蹦混凝土 等你把钻杆完全提出地面了 这混凝土也就蹦满孔洞了嘛 然后用插清器 硬实把钢铁有龙给的 插至射击深度 也然后清除我们 蹦管内残留的混凝土 防止堵住蹦管嘛 我们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长螺旋钻 跟前面的泥浆腹壁成空工艺 跟前面的泥浆腹壁成空工艺 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哦 首先长螺旋钻属于干作业 在钻孔过程中 不需要泥浆腹壁循环 再一个 长螺旋钻 它是先灌混凝土 灌好混凝土了 后插钢进龙 应插进混凝土里面去 而我们前面的泥浆腹壁成空工艺 是先下钢进龙后灌混凝土 而且要接触于导管关注火灵土 是不是 这个事业的差别要能体会到 好 接下来人工挖孔 人工挖孔装 当然属于干作业了 因为我们讲 一种现实的情况 叫有人无水 一般有人工作的操作面 是不能带水作业的 既然你想要人工挖这个孔的话 里面不能含有水 所以必须是干作业 那么人工挖孔装 大家想啊 人挖这个孔 那万一孔要塌了 人不就被活埋了吗 所以我们讲 人工挖孔装 必须在保证事工安全的前提下来选用 怎么保证事工安全啊 它一般是要编专项方案的 后面管理部分还会讲到 深度大于等于16米的人工挖孔装 不但要编冲员方案 还要组织专家论证 是不是 并且 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你看啊 为了保证安全 对人工挖孔装的控制 是比较严格的 首先孔径 不含孔 就是你们这个近空的这个孔径 不小于0.8米 因为你人在里面挖孔 如果内部的近空太小了 人没办法操作呀 而且孔径也不能大于2.5米 就是孔径太大的话 容易踏方案也不好 然后挖孔深度不宜超过25米 孔太深了 人在里面当然危险就会越大嘛 所以说为了确保人工挖孔装的安全 要求很严格 孔不能太小了 孔不能太大了 孔不能太深了 接下来 景圈中心线 与设计轴线的偏差 不大于20毫米 你看啊 以孔形作为基准 偏差不超过20毫米 那么为了确保 人工挖孔装的施工安全 怎么办呢 我们往下挖一段 就在这一段 绑钢筋力摸板胶筑混凝土 形成这一段 钢筋混凝土的忽必 等这一段忽必 养护形成足够强度以后 往下开挖 下一段 在下一段 进行钢筋混凝土忽必的施工 诶 外一段 就做一段 钢筋混凝土的忽必 你看 外一段 就做一段 钢筋混凝土的忽必 外一段 就做一段 钢筋混凝土的忽必 那么上下节 忽必的搭接长度 重合搭接部位的长度 不小于50毫米 要根据土层的渗水情况 采用素灵剂 书上是有的 你看在书本上 根据土层的渗水情况 很急的采用素灵剂 你防止渗水太严重了 把血泥浆都冲散了 是不是 交出好的忽必混凝土 赶紧就凝固 那么忽必模板的切除 要在灌注混凝土 24小时之后 且忽必混凝土的强度 大于五兆趴以后 才能拆除 互比模板 这个人工挖孔装 在17年左右 二键时针 就曾经考到它的 安理题的 经常会涉及到 有关人工挖孔装的 安理题 因为它危险 好 接下来 我们看钢筋融与 灌注混凝土的要点 城管灌注装 简单的了解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你看 先打入套管 或者打入这个城管 把这个管子打到地下以后 往管子里面 交住混凝土 一边交住 一边就拔管子振动 这样是混凝土更密实 然后下钢筋龙 再灌混凝土 等把管子全部拔出来了 混凝土也就灌满了 是不是 所以讲的直白一点 城管灌注装 实际上是在地下 先打入这个套管 然后往套管里面灌混凝土 一边灌混凝土 一边就拔管子 是不是 要求城管灌注装的内径 比套管内径 小60到80毫米 这句话其实并不重要 但是很多初学者 根本读不懂这句话 我带你反过来解读一下 你就清楚是什么意思了 应当是说 外面套管的内径 要比装径要大 60到80毫米 比如说 这个装的设计装径 是1米 那么这时候 这个套管的内径 至少是1.06米 它至少要比装径 大60毫米 就是0.06米 是不是 怎么回事 就是说你套管 必须要比装径要大一点 因为套管 在往上拔的时候 周围的图体 会有一个回挤压缩的过程 我们为了保证 装径达到设计装径 1米 只有你把套管 先做大一点 要保证图体 回挤压缩的空间 是不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的回复1 没听明白的回复2 听明白的回复1 没听明白的回复2 就是套管的直径 要比装径 要大60到80毫米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在拔套管的时候 周围的图体 给它保留一个 回挤压缩的空间 这样才能够保证 我们的装径 达到设计装径的要求 不会被挤压变小 书上是钢筋龙的外境 是不是啊 啊 那么不管你是钢筋龙的外境也好 还是这里的装径也好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要求套管的直径 要比装径要大 以保证套管往外拔的时候 周围的图体 有一个回挤压缩的空间 要保证设计装径 既考虑了保护层 也考虑了周围图体 回挤压缩的空间 好 我们再看啊 再看 灌筋庄 各工序 应连续施工 钢筋龙 放入泥浆后 四小时内 必须要灌住混凝土 也就是说 如果说 长时间不灌混凝土的话 如果说 长时间不灌住混凝土的话 那可能 孔币就会坍塌 比如说你孔算好了在这里 长时间不灌混凝土 当然容易孔币塌呀 并且咱们的泥浆石通过 适配 那么它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吸附在钢筋楼上面 就会吸附在钢筋楼上面 形成一层泥浆膜 很难去除掉 好 装顶混凝土胶筑完成后 要高出设计标高 0.5到1米 大家看 这是抄灌出来的 要比设计装长 要抄灌出来 0.5到1米 抄灌出来这么高 就是把这个渣土层 浮浆层 全部给它抄灌出来 以后咱们开挖出来 这个成台机坑 把这个装头的浮浆层 给它挖出来 然后破装头 给它凿除掉 那么你把它装顶 抄灌部分的浮浆层 凿除掉以后 使它的机面混凝土 达到设计讲究要求 然后把装顶的这个 预留的毛骨筋 露出来 掰成喇叭状 跟成台钢筋绑到一起 然后乔顿的 敦胜钢筋也 毛骨在里面 这样的话 形成了层层毛骨 大家看我这幅图 这是装身混凝土 毛骨在成台里面的 然后乔顿也 埋在成台里面的 这样层层毛骨 整体性更好啊 当这个要记住的啊 这是关键的弹数 要记住的 当气温低于 零度以下的时候 胶筑混凝土 采取保温措施 胶筑时 混凝土的温度 不低于五度 诶 我们前面讲到 混凝土露面的时候 讲到混凝土露面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需要保温呢 诶 我们前面讲到 混凝土露面的时候 混凝土露面上 当时讲的 什么时候需要保温 还记得吗 前面讲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 当昼夜温差超过十度 第二种是 当日均气温低于五度 这两者 任何之一的情况 都需要保温养肤 不能洒水 那这里 为什么装基础 说的是 气温低于零度以下 采取保温措施呢 我们前面明明讲的是 啊 混凝土露面 是低于五度 要保温 或者周围温差超过十度 要保温 那这里为什么装基础 是气温低于零度以下 保温呢 哦 因为这个装基础 本身是埋在地下的 这个装基础的混凝土 本身是埋在地下的 覆盖的土层 本身就对它起到一个 保护保温的作用嘛 所以它是零度以下 才需要对焦主的混凝土 采取保温 当气温高于三十度的时候 还要根据具体情况 对混凝土采取缓凝的措施 因为气温高于三十度 它就属于是高温期施工了嘛 我们后面学到管理部分 就看到了一个季节性施工措施 气温高于三十度 就可以看作高温期施工了 高温期施工的混凝土 一般都加了缓凝机 都会采取缓凝措施 好 灌注桩的实际混凝土 焦主的量 不得小于计算体积 在二键实证里面 考过好几次的实操性的计算 让你计算混凝土的方量 灌注桩 混凝土的方量 那如果我让你计算 这个桩的混凝土的计算体积 是多少 怎么计算 就这个桩 它混凝土的计算体积 是多少 怎么计算 这应该很简单吧 就是圆柱体的体积计算公式 用几面积乘以高 几面积圆形的话 不就是πr平方 π乘以半径的平方 πr平方乘以高 但是大家注意 这里这个高h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它包括了设计装长h1 还有加上超贯部分的装长h2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装身混凝土焦注 要比装的设计标高 要超贯高出来 0.5到1米的高度 所以说如果让你计算 装身的混凝土的理论体积 或者计算体积的话 首先是圆柱体体积计算公式 πr平方乘以h 但是你注意 这个高h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设计装长 另外一部分还要考虑到 比设计装长 要超贯出来0.5到1米 好 往后 水下混凝土灌注 以后大家注意了 整本书 凡是讲到水下贯注混凝土的 你不能把混凝土 直接往空里面就先 你看啊 如果说 我们把混凝土直接就往空里面倾倒 会出现什么后果啊 告诉我 如果我们把混凝土 直接往空里面倾倒 会出现什么后果 大家想啊 比如说 比如说 你看啊 你已经 你已经灌注了第一车混凝土了 混凝土灌到这里了 混凝土面在这里 然后 等你第二车混凝土再过来的时候 再灌注 那前面这个混凝土面向 可能就回落的有杂质啊 撑扎什么的 你第二车混凝土一灌 哎 两车混凝土之间就会装身夹杂就会断装 而且你本身在灌混凝土的时候啊 你下灌的混凝土 水溜流下的时候 可能都会跟周围的泥浆杂质掺杂到一起 极容易导致装身夹杂 而且呢 导致断装 所以说我们讲 借助于导管管柱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这个导管 首先手批混凝土 手批混凝土就要把导管埋身一米以上 然后你最后导管始终是插在混凝土一面以下 往里面印灌混凝土的 等于你后续灌的混凝土啊 都是插在前面的混凝土里面往里面印灌注的 它是完全接触不到周围的杂质啊 泥浆什么的 这样才能保证装身混凝土灌注的纯净度 好 那我们的学员又问了一些 问了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问题 说 嗯 在哪 在哪 灌 钻孔 灌注装 第二次 清孔 钢金龙已经放下去了 怎么清理 怎么抽 王卫国 你对这个功绩啊 还没熟悉 钢金龙下去了 跟清孔有什么必然关联呢 完全不影响啊 比如说 这是孔 比如说 这是钢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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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金龙 然后 比如说 这是导管 那么他二次清孔 比如说 我就接触于 笨管 导管 王卫 硬抽 混凝土 硬抽 这个杂质 泥浆 他跟钢金龙 有什么关联呢 完全没有关联呀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误解是从何来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你对这个工艺 先走来讲 没接触过 你想象不出来 这个东西 咋回事 实际上完全不影响的 钢金龙 用雕金 雕挂在孔内 然后呢 他是导管 比如说导管插好了 导管在钢金龙里面嘛 他们用笨管 接着导管 是硬往外抽杂质的一样 他跟钢金龙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呢 完全没有关联 是啊 可以用导管吸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啊 我们借助于 只要是水下灌注混凝土 放美国 你问了 第一次钢孔 是用悬挖钻钓吗 你这个有点混淆的厉害啊 悬挖钻机 是钻孔的方式 是钻孔的方式 有一种钻机叫悬挖钻 还可以 风华因子还可以用冲击钻 还有普通的正循环 后转钻 反循环 回转钻 它只是钻孔的一个机械设备 一个钻孔的方式 正循环 是一边钻孔 一边往孔里面输入泥浆 泥浆满了自己 卖出来 反循环 硬是把砸的泥浆 给它抽出来 没啥关联 完全没关联的 咱 咱如果说工艺方面割合专业割合比较大的 回去以后 要把这个工艺结合我给你整理的书面的文字的工艺结合的视频 好好的看一看弄明白 务必把每一部为什么这样做 下一部为什么接着是这样做的 每一部的逻辑给我抓紧 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你把我每一部都想明白 然后结合这视频 如果说还没明白 网上搜一搜 这些视频都有 图片啊 这些文字解释啊 都有 务必把每一部的逻辑给你捋出来 为什么每一部非得这样做 要想清楚 想明白 想透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么我们水下灌注混凝土啊 都能用这个导管来关注 导管它的直径是20到30厘米 眉睫导管的长度仪为2米 眉睫的长度仪为2米 然后导管的直径是20到30厘米 导管使用前因视频施压 我们后面管理部分会讲到啊 管理部分会讲到 导管使用前一座水密撑压实验 一是做水密撑压实验 确保导管的严密性 防止导管有深漏或者泄漏啊 二是做导管的街头抗拉实验 它是为了保证 保证导管街头部位很牢固 防止关注的时候 导管街头部位松脱了 这两个实验名称管理部分还要讲到 你得要知道的啊 一是做水密撑压实验 实验压力为孔底进水压力的1.5倍 以确保导管的严密性不漏浆 二是要做导管街头部位抗拉实验 街头抗拉实验 好 导管要保证顺值 它的这个轴线偏差不超过孔生的0.5% 且不大于10厘米 尽量保证导管的这种顺值 实际上 这跟我们前面预计的陈书装 打装的垂直度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陈书装的时候 要保证装锤装帽装身3.1线 垂直度偏差 也是不超过0.5% 是不是啊 导管采用法兰盘街头 假决心火套 如果采用的是螺旋四构形街头的话 要有防松脱的装置 总之就是为了保证你导管之间的街头部位 要紧固牢固可靠不松脱 好 那么手皮混凝土关注啊 二次进行以后 关注手皮混凝土 利用达料的割锐球嘛 这就是割锐球 那你灌注混凝土的时候啊 混凝土就顶着割锐球 往下顶往下顶往下顶 此时 比如割锐球顶到这里了 往下再顶 割锐球顶到这里了 那么在这个瞬间 割锐球的上部 全部都是密室的混凝土 是没有泥浆的 割锐球的下部是泥浆 割锐球的作用 就是把导管内的混凝土 和外面的泥浆给它区分开 然后导管 割锐球被排到导管的端部以后 由于浮力作用 割锐球就自己浮上去了 此时 导管内的混凝土 一次性清流而下 手批混凝土就一次性的把导管埋伸 一米以上 他就要利用手批混凝土的这种冲击 把孔底的杂质 承扎全部给它冲上去 冲到导管地口以上的这个部分 后面我们灌注混凝土 后面灌注的混凝土 它都是导管插在前面的混凝土里面 往里面印插挤出来混凝土的 所以说你后面灌注的混凝土 跟外面的泥浆完全接触不到 它是利用导管插在前面的混凝土里面 往里面灌注混凝土的 后面随着你灌注混凝土的增加 就会顶着前面的这个杂质层 浮降层往上顶往上顶 最终灌注的混凝土面 要比射击高层超灌出来 0.5到1米 它就是要把前面的这个杂质层 包括顶部的浮降层 给它硬顶堆到装顶部位 要超灌 把它超灌出来 以后我破装头 就是把这个杂质层浮降层 给它遭除掉破除掉 那么在正常灌注的过程中 导管是始终埋在混凝土 阴面以下2到6米的 手臂混凝土 要把导管指上 埋伸一米以上 在正常灌注过程中 导管是始终埋伸在 混凝土阴面以下2到6米的 那么整个灌注过程中 要专人指挥 把导管不能离开 始终保证导管埋伸2到6米 阴京将导管拔出混凝土灌注面 如果把导管拔出灌注面了 就出现什么情况 不就断装了吗 是不是 你比如说导管拔到这里了 那这样你后一批混凝土灌注的时候 可能前一批混凝土的面上面 都已经有浮江层 杂质层了吗 是不是 那你灌注后面的混凝土 前后两批混凝土之间就会有夹渣 会有杂质层就断装了吗 而且这个里面也很多 渣土什么的 杂质什么的 是不是 装生又夹渣了 而且又断装了吗 好 要保证水下混凝土灌注 要连续灌注 中途停顿时间不大于30分钟 整个过程要连续灌注 以保证装生混凝土的整体性 好 我们这样讲完以后啊 很多专业外的学员 他是一知半解 或者说一筹莫展 他整个工艺形成不了连贯性啊 想不起来整个工艺咋回事啊 那么再给大家完整的梳理一遍 你将忽必将功工艺是怎么做的 本质上很简单 就是钻孔下钢筋龙线交混凝土 那现在你要想钻孔 你场地上在哪儿钻孔啊 先要三通一平平整场地啊 场地平整好了 在什么地方钻孔啊 要测放孔位啊 以孔性为基准 全场级测放孔位啊 孔位测放好了 你要想往下钻孔 先得在孔口插入钢护筒啊 稳定孔口啊 所以说你要在啊 孔顶孔口插入钢护筒 埋入钢护筒 这个钢护筒啊 护筒顶面是高出周围基面 0.3米 并且护筒顶面啊 要高出地下水位 至少2米以上 你用这个护筒来稳定 孔口存续你的家 防止周围的杂物进入 并且呢 咱们沿着钢护筒往下面 导向钻金嘛 是不是啊 互动埋设好了以后啊 钻基就位 钻基就位以后 要有一个调平的过程 钻基里的支电平整啊 防止动脑袭歪的 那钻的孔不就斜了吗 好 钻基就位调平以后 钻孔 那么我们主要讲 迪将互比转空的东西嘛 一边钻孔 一边就等迪将互比循环嘛 是不是啊 一边钻孔 一边迪将互比循环 钻孔到设计高程以后啊 验孔 轻孔 钻孔到设计高程以后 验孔 轻孔 间接过来验孔了 验孔 轻孔以后 我们逐节下放钢筋龙 最后钢筋龙 你用钓筋 给它 钓挂在 孔口 悬挂在孔内的 不是落底的 不是落在底部的 是不是啊 那么钢筋龙 安装好了以后 我们在 逐节的下导管 你看这导管 一节节的下去 导管使用前 食品食压嘛 一座水密 撑压实验 二座 街头 抗拉实验 是不是啊 那么刚开始啊 我们讲这个 首节导管 距离 空底 你看 首节导管 距离 空底的 间距 这个间距 是0.3 到0.5 米 然后你 混凝土 灌车运过来了 能马上 灌注混凝土吗 当然不行 灌注混凝土之前 要有个 二次氢孔的过程 二次氢孔 就是为了使 孔底 承担厚度 要符合 设计要求 当设计 无要求时 端承装 孔底 承担厚度 不超100毫米 摩擦桩 孔底 承担厚度 不超300毫米 二次清空后 立即 关注混凝土 首屁混凝土 关注 要接触于 大利奥斗 割水球啊 那么 首屁混凝土 顶着割水球 往下顶 割水球顶到 刀管底端以后 割水球自己 就浮上去了 然后首屁混凝土 一次性清流一下 一次性把刀管 埋伸 一米以上 手屁混凝土 关注 要把刀管 埋伸 一米以上 后续正常灌注过程中 刀管是始终埋在 混凝土一面以下 二到六米的 一边灌注混凝土 一边就专人指挥 把刀管 不能离开嘛 始终保证 混凝土是 埋伸 刀管 二到六米的 然后 最终 灌注化的 桩头顶面 是要高出设计装长 0.5到 一米 要比设计装长 超贯出来 0.5到 一米的 这个高度 就是要把 杂质层 浮江层 给它超贯出来 便于以后 破装都把它 造出掉 是不是 整个关注过程中 要连续 使用 重度停歇 不超过30分钟 那么 关注过程中 故障要记录 别案 这是我们整个 离江 復币成功的 功细流程 以及 用到的一些 重要的参数 整个流程 和这些参数 大家都要记准 考试会经常用到 当然 我可不希望 你真的是死记性被 你要能够把我 刚才讲的 这个功细流程 自己在纸上面 画出来 怎么钻孔 怎么循环 钢尼龙怎么安装 刀刮怎么安装 怎么灌混凝土 你要能够把我 刚才讲的 功细流程 结合的参数 都给它一步一步的 在纸上能画出来 能想出来 这些关键节点 好 那么这个 钻孔 灌注装的 施工 功细流程 大家明白了 没有 明白的 回复一 没明白的 回复二 这个很多 专业外的学员 还是有一些吃力的 因为你没干过的话 光凭老袋想的话 这么多功细的话 有的时候 是要一定的时间 去消化琢磨的 张剑 割水球 是用混凝土 压到导管底 然后自动浮起来的 是 割水球 理论上 自己就从导管底部出来以后 自己就上浮浮上去了 自动就浮上去了 前面还有一个学员提了个什么问题吧 我忘记了 看看 找找看 哦 王全问的是庄间怎么算 就是混凝土 庄间怎么算 这个问的呢 一看就知道是外行汉 你的意思我明白啊 庄间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不规则的形状怎么算 是吧 不用考虑那么详细 那么细致 统一按照规则的原住体形状来算 你要想百分百的精确 做不到 因为本身我们讲啊 钻子底下情况下是个原住体 他肯定的孔壁上有坍塌一块 这里多赚了一点 那里少赚了一点 哪能那么规整呢 但是你大概的知道 他的一个理论体积就可以了 你不用这么精准 干工程 哪里是粗 哪里是细 真的没干过的 有时候他拗不过来这个劲 干过的他就明白了 哪些是可粗算 哪些要细的 哪些是粗 哪些是细 有些时候 专业外的学员 容易刚好颠倒了 该粗的时候不粗 该吸的时候吸不了 就简单 都给他看成标准的原住体 其他的你不用多想 出贯混凝土如何计算 出贯混凝土如何计算呢 说啊 我们的导管底端 距离空底 0.3到0.5米 这个间距知道了 然后呢 首批混凝土 要把导管底端 埋升至少一米以上 那这样的话 这个高度 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那还不是原住体 体积计算公式吗 体面积乘于高 当然你这样问的话 中间有个小套路 什么套路呢 你想着是 包裹里面会残留有混凝土吗 平衡外面的压强吗 但一般考试 他不考这一步 他没办法考这一步 因为要考这一步的话 比如说你说 手批混凝土 方量是多少 你要算计算数据的话 那可不只是算原住体体积了 那还得要用到物理的压强平衡原理了 我们到外面混凝土的高度 混凝土的冗重 然后外面泥浆的页面高度 泥浆的这个比重 要用到压强平衡的原理了 没法这么精确 精确不了这么多 所以一般让你计算 手批混凝土方量的话 一般都是直接算 导管埋生一米范围内 这个范围内的混凝土的容量 互统的内进 要比装进大多少 还是等于装进 就近似的看作 等于装进就可以了 实际上等于或者不等于 问题都不大 不小于装进 不小于装进 我们很多学员 问的问题 本身比较精细 但是 但是 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学员而言 反而这些问题讲的多了 讲的精通了 对于第一讲 对于第一个精讲版而言是不利的 因为第一遍 很多专业外的学员 他不适合学这么系 反而把他学乱了 所以说第一遍的学员 他只是大概的懂一下这个流程过程 慢慢的琢磨 先把流程过程琢磨明白了 这些细节在慢慢的精深 在钻研 其实也会者不难 也不算偏 如果你会的话 这些都很简单 只要你工艺明白了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首先第一步 你得把工艺真的弄懂 这个光是把工艺弄懂 这一步很多专业外的学员 那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填补 这个专业的鸿沟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模拟题 说下列关于正反循环 钻孔施工的选项中 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看这题选什么 关于正反循环 钻孔施工的选项中 问你说法正确的是谁 其实这一题的误导性还是蛮大的 这一题误导性蛮大的 首先A选项 说每钻进4到5米就要验空一次 A选项不能选 为什么呢 因为A选项讲的是冲击钻 冲击钻由于是高空自由落体 它容易偏空 所以说经常要验空 而正反循环回转钻 它不是这样的 好 B选项 根据你将补给情况控制钻进速度 B选项当然没毛病了 只要是你将护臂相控 正反循环回转钻 不是你将护臂吗 都得在钻进过程中 同步补给泥浆 然后我们是要求 一般是要求泥浆面始终是高出 作为低下水位一米以上的 利用这个泥浆面的夜位差 来平衡孔壁 防止孔壁坍塌 C灌注装 装顶以下五米范围内的混凝土 灌注的时候 随灌注随震动 每次灌注高度不大于一点五米 C选项不能选 C选项指的是钻孔扩底 钻孔扩底装 底部是个扩大的底面 这个时候我们灌注 装灵以下五米范围内的 混凝土的时候 是随灌注随震动 每次灌注高度不大于一点五米 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 了解性的 知道就可以了 D选项 发生斜孔 踏孔和互通 周围冒浆 试纹等现象时 应先停钻 诶 发生日常情况了 当然要停钻 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了 一 钻孔达到设计深度 灌注混凝土之前 孔底承扎厚度 要符合设计要求 这句话太对了 它是一个科幻描述 灌注前承扎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 什么时候都对 是不是 好 证据答案是B第一 实际上呢 像这种题目 在考试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检验出 大家的专业水平 和书本的训练程度 它的选项中 每一句话 书本上都有原文 都有原文 只不过是用于 不同的场合 那你能不能 把它这种场合分清楚 这就考虑到 你看书到底 训练程度怎么样 功底到底 是不是扎实了